那美中当然有对方不同意的部分 比如说美国就会讲到西藏香港台湾 那中国就一定说那是我的内政 像这一类 那这一类在因为导向就是拜习要见面 所以这类就不是重点 因为拜习见面绝对不是要谈这个 因为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 而且一时也解决不了 所以重点应该是去看 到底苏立文讲了什么 说双方可以谈的 那可以谈的你才能够说 那个是有突破性 那导向未来拜习大概是要谈这个 那苏立文主要是讲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 他有提到有些领域 那双方会有共同利益 他是用这样的用语讲的 他说有一些领域 那美国跟中国 会想要有兴趣一起工作 然后来提出对跨国性的挑战 来提出解决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他有特别提到就是 要管控分歧所导致的风险 其实这两点我觉得就是未来要处理的问题 那你也要看背景 是不是有一些动作确实已经启动了 比如说我们说戴琪好了 戴琪在CSIS虽然他的演讲的基调也是强硬的 可是大家会去注意的就不是他讲的强硬的部分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拜席要见面了嘛 那不管是通过视讯或怎样 所以大家在看的都是在看 有没有具体的可以往前走的项目 不然没有理由今天股票会涨成这样 就是事实上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你看台湾的股票 今天外资跟入资买进了230几亿 就是嗅到了一些气氛 所以他在找题目嘛 那戴琪讲了一点 他说对于过去惩罚性的459项 那美国企业可以寻求豁免 那这个就是减税嘛 他只是不愿意讲减税啦 你知道吗 他不会说我们那个平均 这个关税对中关税是19.3% 我们会寻求降低 他不会这样讲 因为这样讲对他太没面子了 他就说我们过去有一些惩罚性关税 我们现在会允许美国企业来申请豁免 那事实上他就是要降 其实就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要降 所以我是觉得有一些东西 已经戴琪这个动作就蛮明显的啦 就是要豁免549项嘛 对不对 就是中国进口的关税 那这个只要美国企业提出申请 大概就是豁免掉了啦 所以我觉得他大概就是有 就是苏联文讲的是白宫的高度嘛 就是我们是让跨国性的议题 我们有合作的一些领域要来谈 那坦白说啦 这些领域过去大陆也讲过了 他就讲过嘛 疫情合作对不对 气候变化 然后那个经济复苏 对不对 然后还有区域性的一些国际政治的问题 这中国大陆都讲过了嘛 那只是说以美国的面子啊 他不好去重复讲嘛 可是大概就是这些领域啦 大概就是啦 好但是我要接着请教赖老师 除了在刚才我们提到的 白宫的声明跟新华社我们刊出的 这中方的声明略有不同之外 另外还有一点是苏利文提到 美国会继续让美国强大跟盟友密切的合作 并且也将继续的跟大陆高层接触 确保负责任的竞争 这个是白宫他们后来事后的这个声明当中的最后一句话 那么但新华社呢 我们看到的却是说 中方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 美国你说竞争 只是负责任的竞争 但是呢中方却强调说 我们不愿意以竞争去定义中美的关系 这个要怎么看呢 而中方也重视拜登总统最近有关中美关系的积极表态 然后不搞新冷战 所以呢这到底美中两个在立场上面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不同席见 而在刚才我们谈到的 那他们到底有没有是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呢 先看这个大陆的立场是没有变过 那美国的立场已经有在微妙的变化 美国原本拜登上来的时候提出是三合一 就是对抗竞争合作这三个领域 那现在对抗已经不谈了 所以对抗这个隐性已经拔掉了 那只剩下竞争跟合作这两个区域了 那竞争美国过去的讲话是激烈的竞争 现在也把激烈竞争拿掉了 改为叫做负责任的竞争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所以等于是第二个隐性要不要拿掉的问题 杨洁篪在他的对话里面 他就提出来了 那也就是第二个隐性都要拆掉 也就是中美的关系 你不能定义为竞争 因为对于美国的竞争 就是只尊我赢你输的这个竞争 这个不叫竞争 这个叫做对抗 所以对于杨洁篪来说的话 他已经铲眠了中方的一个立场 可是我个人的推断 第二个隐性也应该会被拔掉 为什么我会推断说会被拔掉 我们昨天也在这里的时候就谈到 这次杨洁篪跟苏利文的一个对话 我个人的推断是说 他们的目的 真正的目的 应该是重建高层的对话的通道 所以昨天有谈到说 由于中美的关系会选择在瑞士的原因是因为 瑞士的距离双方的是差不多的 然后瑞士的立场 对在欧洲的国家来说 瑞士跟中国的关系 跟美国的关系是一样好的 结果我今天看到央视的分析 就是这个观点 对那应该是英雄所见略同 应该是这样讲 或者是想在一块了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等于是 大陆那边正式的强调 我们昨天的判断是正确的 是因为距离相当 时差六个小时 然后再加上瑞士的地理位置很合理 但是我昨天有特别分析一点 就是说会选择在瑞士是因为 中美的信任关系很脆弱 之前中方是释放出很大的善意 那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在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斯 这个是释放出很大的善意 也就是说虽然离中国近一点 但是离美国也不会太远 但是是在美国的本土 第一次的见面 那主办方就是美国 而美国的布林肯 却干这种蠢事 就是把事情搞坏了的这样的事 那布林肯这次就没有参加了 所以范围变得很小 一加一的对话 以前是二加二的对话 可是我觉得 昨天我们的分析 就是重建这个管道 接着白宫在今天就回来了 就是习近平跟拜登 相当有可能在年底 要视讯会议 所以白宫也正式承认 有这么一回事 而且已经开始在进入 研究这个细节 也就是用什么方式 用什么形式 具体的内容怎么样 然后到最后会跟大家讲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已经达成了这个昨天预估的目标 那也就是双方要建立这个高层的对话管道 可是我要强调一点就在于 那为什么高层的对话管道 过去会断掉 换言之也就是说 如果断掉的因素没有消除 就不会恢复高层的对话管道 那现在是证明最高的领导人的对话管道建立起来了 那就是代表过去的这些中断的因素已经在消除了 所以已经不在于枝节他们对谈里面的那些枝枝节节的问题 而是大方向已经出来了 换言之也就是说 当初是美国挑起跟中国大陆的对抗 所以外交的通道断了 贸易谈判的通道断了 然后商务的谈判断了 那现在高层要建立通道的时候 你中间的外交军事经贸各方面都要通 那是不是那些障碍都要消除 那我们就问谁设置障碍 当然是美国方设置障碍 所以我的推断是到了12月底的时候 应该就是美方的很多设置障碍都要拿掉以后 习近平才有可能跟拜登的最后的一个通话 那两个视讯的时候那就是双方的关系就会更好 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两个多月以来 中美的关系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 但重点就在于 第三方一定会想方设法破坏 例如说日本 例如说民进党 外交部现在密切注意 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 然后例如说美国的国内的共和党 美国的国会 可是美国的国会只会闹到明年12月 选举完了以后 他们就没得再闹了 因为接着他们要思考的就是总统大选 那他们现在思考的是他个人的立场的 的职位的保卫战了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国会闹到顶多明年 但是如果拜登在年底谈完了以后 美国的国会闹的空间也就没有了 那也就提早结束 这样的一个情形 现在是看拜登的决心了 如果推断没错的话 应该中美的关系会有越来越多的变化 那应该是在30号之前还是之后 他们两个要视讯会的话 就是12月之前的话 双方之间的来来往往 因为现在中国已经完全不信任美国 所以中方不会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主动先让 他一定要先看美国怎么做 而且不是听美国人讲什么话 是你美国怎么做 你怎么做我就跟着配合 你怎么做我就跟着配合 这样子两个慢慢的就开始接近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挑战美国做到什么程度 对那如果美国没有做到那个程度 那就继续恶化下去 所以会会会目前来讲 就是这两个多月 大概来讲很多国家会忙 那民进党会很焦虑 我都估计是对啊 今天外交部也是说我们在密切注意 他觉得很焦虑 是啊来那么你说苏立文当然啦 他也有说也强调 是美中要合作 但是反对用让步的方式去促进美中的合作 但你说让步有没有没有让步吗 那说调整可不可以 来韩冰你看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还说要针对中国启动 有针对性的关税豁免程序 美国贸易代表署有宣布是549类 中国进口货品的关税要重新豁免 这里面是涉及什么工业用的零组件 恒温器医疗用品自行车 以及纺织品等等 可是仔细一看这个里面其实呢 大前提都是要对美国方面有利的 企业非常可怯盼望需要的 那么他们才会去重新豁免 还是一样美国优先 最近大陆有一部戏叫长津湖很红 长津湖里头有一个台词 就是美国那个将军 他们那个战况非常不利 他们部队要撤退 结果他们那个将军就大骂说 我们哪有撤退 我们只是向另外一个方向攻击而已 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那同样的啊 让步 你说这个算不算让步呢 其实你要说他不是让步也不是让步 为什么因为这549项是对美国自己有利 他过去用这种关税的方式 去卡中国大陆的货物 结果是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些民生的需求 结果那个价钱节节高涨 那美国现在通货膨胀的问题 也让他很严重 所以他其实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以你要说这是让步嘛 他也可以说不是让步 但在某一方面来讲 他也是释出一种善意 就是因为美国人很聪明啊 他会选择 他不会选择对他不利的战场嘛 他发觉这个战场对他不利的时候 他当然要脱离这个战场啊 所以这个时候要告诉你说我没有让步哦 我只是解决我的问题 可是事实上他会谈的时候 他的讲法一定是说 这个关税再持续下去 对你们也不好 所以呢我们就降低一点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达成协议 就这样好了 其实就是用这种方式嘛 那国际谈判 其实说真的本来就是这样 双方都是找对自己最大的利益 那对大陆来讲 你愿意豁免这549项 那让我的产品重新在美国恢复竞争力 我也OK啊 我当然接受啊 可是问题是美国只谈 他对他自己开放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同样的 你以为大陆就不会跟他要求一些东西吗 也会啊 所以我觉得谈判就是这样 双方互来互去 只是美国的官员因为 他们必须要去争取 很多所谓的国内其他党派的认同 或者反对者的认同 所以他常常会放一些消息 去让他的媒体啊 有炒作的空间 会让对你的反对党 可以比较闭上嘴巴 他会比较主动放这些消息 那大陆因为体制相对比较不一样的关系 他有一些东西他就先藏着 他放着我不用这个时候再急着发表 等到局势更明朗或对我比较有利的时候 我再把这个消息放出来 所以双方各有各的考量 我觉得国际谈判就是如此 不要像我们台湾一样 我们台湾每一次根本还没谈好 然后说风就是雨什么东西 就先放了一大堆消息 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那才是最糟糕的国际谈判例子